好 美國現在真的是蠻亂的 因為梁老在進行這個選舉 那尤其來看到的是 先講川普好了 川普他其實最近也是罵蠻多人的 罵北約然後罵拜登 然後罵台灣 要不要出兵保衛台灣呢 只有他說 我不會說 這樣我們談判會有不利的位子 還轉個彎就開始罵台灣 說台灣搶走我們的晶片 我們早該阻止了 美國他最近又說 美國如果被攻擊的話 那我就不相信北約會來幫我們 你看他不斷講這些話 然後又說如果他上來的話 就要對中國大陸課徵60%的關稅 但是美國亂的部分呢 就是現在政黨的惡鬥 現在美國商業內幕說 1月27號德州邊境的移民矛盾 不斷的升級 講的就是德州州長 因為美國要把這個邊境 說不能拆不能拆 然後但是他說必須要有這個邊境的問題 所以他跟中央其實有一些槓上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德州現在有沒有可能要來獨立嗎 然後美國共和黨好多議員 都挺的是德州的州長 結果你看到這個格林就說 呼籲由共和黨控制的紅州 跟民主黨控制的藍州 進行國家離婚 梁哥 這個完全是因為移民 對啊 他就是要蓋圍牆 一個要圍牆 要採取強制措施 不准移民進來 那可能要強制遣返之類的 對 這個德州州長是 54.8%當選 贏了十幾% 對啊是蠻高的 那因為最高法院做了一個判決 五比四 五比四 說聯邦政府有權拆除德州的圍牆 對 這就把他棄封啦 他就說聯邦政府跟這個最高法院 沒有權力干涉 那德州有自己的軍隊 實際上美國有很多州 都有自己的軍隊 我跟你講 而且設備還蠻不錯的 對 這叫United States 對 聯合的國家 他的軍隊也買了空軍都有 空軍 陸軍都有 這麼厲害 事實上這一次選舉 移民跟經濟問題是一樣重要 事實上拜登移民問題很傷 可是拜登對移民問題 他已經被自己的選民結構卡住了 因為中下階層的Hispanic 都是移民 都是親民主黨的 那他當然希望他的親朋能夠移過來 是的 那個Hispanic中高層不一定是這樣 可是中下階層非常明顯 那民主黨就是對移民比較寬容 而且進來之後還做一定程度的照顧 那這個當然就是讓共和黨瘋啦 而且共和黨事實上有一種思想 在醞釀 只是川普不敢公開講出來 因為Hispanic是天主教 他們生育率特別高 他們的人口可能很快就會到達20% 那有人算過 說2045年 美國的白人會變成少數 對 所以事實上川普是在完成這個 白人至上的偉大計畫 就是他要阻止 阻止Hispanic進來了 因為Hispanic事實上滿重家庭的 所以他的那個社區團結的力道 比非洲裔要好很多 也沒有像非洲裔這樣有嚴重的犯罪 還有毒品問題 所以他們的家庭會比較好的維繫下來 所以人口就迅速增加這樣 這有幾個州都已經非常明顯了 而且他們不掛英文招牌 OK 這個又惹毛了白人至上者 事實上那群白人至上者之外 Angelo Stockson德國藝 是最明顯的 我認為川普就是屬於這一派 所以為什麼對反移民這麼積極 那事實上這一派有很多運動 還包括英語作為唯一語言 這也是一個運動 然後要求各個少數民族 你要用商業招牌一定要附上英文 可是這個沒有成為聯邦法律 所以像佛羅里達 德州 加州 都有一大堆地方沒有英文 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是不是要分裂 這個就卡到他的選民結構了 那民主黨就是在移民這個問題 拜登目前民調還落後 他怎麼敢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只能硬槓就變成這樣 亮哥這個議題會不會繼續 在大選年繼續延燒 我認為德州 如果你聯邦派軍隊進去強制 那恐怕就要發生衝突 德州也有軍隊 不然你那個回想怎麼拆除 我如果用我的州的軍隊 不准不讓你進來 就是說你要派那個拆除大隊進去 我不讓你進來 那你如何進去 那你就要派聯邦軍隊 去壓制 那個對啊 要除掉障礙 讓他們進去拆 這硬碰硬 所以變成說今年內 你拜登聯邦政府 敢派拆除大隊進德州嗎 這個問題就在這兒 是 是 那這個問題 而且我跟你講 還有另外一個是更恐怖的 事實上那個 2021年那個1月6號 那個國會暴動 那個時候有人調查 美國的民兵組織 大概是67個 現在超過300個 那那個都是 都是擁有很好的武器 那你德州的軍隊也許不敢亂來 可是民兵就很難講了 對 亮哥也不斷提醒說 4月的時候有一個 美國內戰的電影要上演了 4月26日 對啊 你看這個真的是太貼切了 因為真實的美國內戰 真的在我們全世界看到 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你非常瞭解美國 這個呢 德州的問題 因為移民的矛盾會更加加劇嗎 尤其共產黨議員就直接呼籲了 紅州跟藍州 我們就跟國家離婚啦 其實德州在美國的這個體制裡面 德州是美國50個州裡面 唯一可以不經過華府同意 就可以脫離美國聯邦的 他當加入的時候 美國50個州 只有德州有這個 是這樣子的安排 他不要德州 他不要華府同意 他要宣佈 然後德州宣佈就獨立了 這個是美國唯一的一個州 因為德州當時 因為華府要把它吞下來的時候 那德州事實上 也是很強大的一個 很強大的一個力量 那他原來也是被 墨西哥的 屬於墨西哥的一部分 他剛開始的時候 是要獨立成國的 你要看一下德州的歷史 他們是要獨立成國的 後來這個 華府還是用了很多力量 把它吃下來 可是談的條件 就是唯一的 美國50個州裡面 唯一的這個州 他如果這個州決定獨立了 華府是沒有全否決的 所以德州就在美國是 獨立性格很強的一個州 那事實上 你如果去德州的很多城市 當然休斯坦還不一定 你如果去達拉斯的話 你會覺得那是一個 墨西哥人的城市 那個城市 不美國 對對對 那氣氛就非常不一樣 那那個滿街的人長得也不一樣 你會感覺有差不多二分之以上的人 都是墨西哥背景的 那墨西哥不見得挺墨西哥 這點你要清楚 他們到了美國成為移民以後 他們也很討厭 有人在進來 從墨西哥進來的移民 不見得都是墨西哥人 大部分是中美州的人 有很多委內瑞拉 什麼尼加拉瓜 所以他們也是反移民的 那其實這個德州 對於美國這個現在 其他州的不滿 還有一點已經 已經非常明顯了 德州這個州長 你曉得他已經開始做這件事 做了很久了 就這些移民進來 你們都不管對不對 那德州州長就把它通通 要不然就送上三輛Bus 然後直接往北邊開 然後一下出現在這個芝加哥 一下出現在Kerneticut 然後都是比較富裕的區 他不會說跑到這個 到芝加哥他不會跑到那個 什麼什麼South side南邊 他直接進入那些 這些什麼West 好多這些西郊的 這些富裕的城鎮 Oakbrook 那是很有 那芝加哥 它是很有錢的一個區 它那個Bus就下來 就下來刪車人 然後呢就在那邊安債 紮債準備在那邊生活了 所以這個問題 美國一點辦法都沒有 束手無策 所以呢事實上 德州的這個問題 邊界的問題 美國的現在的議長 這個眾議院議長 上一次再見 哲倫斯基他就已經講說 貴國有貴國的安全問題 我國有我國的安全問題 我們在乎美國這樣 貴國的安全問題 不會比我國的安全問題 要來的不嚴重 那你美國安全問題 他說就是我們南方邊界 那個是我們現在國安 最重要的問題 那其實他沒有講 川背後的隱憂 最後造成什麼 美國內部的這個各個州 不同地域 不同種族之間的對立 其實你要看川普今天的這個 整個他的言論來講的話 他就是徹徹底底代表 美國日間要成為少數的白人 這個一個意識形態 沒錯 他的整個價值意識形態 就是講這個國家原來是我們的 我們正在失去對這個國家的主導權 他用這個意識形態 所以激起了基本上還佔大部分 還佔多數的美國白人 對 那美國白人大部分在哪裡 都在中西部 在中西部是很 所以那紅州都在中間 都紅州 然後這邊兩邊的呢 還有南邊呢 美國這兩邊 東西兩岸還有南邊 這些部分跟中間的中西部 就有很大的意識形態差距 所以美國這個國家 事實上再加上政治人物 這個好尤其川普這樣煽動 他內部是撕裂的很厲害的 那會撕裂到什麼程度 我們現在也很難說 對 不過就是說 這個1月6號嘛對不對 那個美國的國會暴動事件 2021 那個已經顯示出 沒有人要挑戰美國現在這個民主制度 那挑戰最最最最 挑戰最大的力量不是來自少數的 是來自這個社會的主流啊 你要看那個時候打進這個白宮的人 都是哪些人啊 通通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白人種族主義者 那他們認為他們的權益受到受損 所以這些人啊 所以造反不怕 不怕是什麼樣 社會的什麼 邊緣分子在造反 最怕你的主流的 他對你的體制有問題 所以我認為美國今天真正的危機是 主流的人對美國這個主流的這個 政治體制 震驚社會體制 他事實上是不滿的 所以現在你說 我認為美國最大的危險是什麼 最大危險是川普的選舉的資格被取消啊 他現在在幾個州的他能不能上這個 所謂的共和黨的初選的這個選票上 都還沒解決了 這個等誰再決定呢 等美國的那個 最高法院那幾個法官 那川普不見得贏啊 川普只有三個是他任命的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 我覺得如果說川普在這個勢頭上 如果他最後被取消資格 被取消資格的話 那我覺得美國就會瀕臨 內部大動亂的邊緣 所以這個國家從來 我們過去從來沒有想到說美國會有這個問題啊 雖然美國內部是什麼 矛盾重重 種族之間的矛盾 非常嚴重 我跟你講 種族來講 就以印第安 就是原住民來講 他們在South Dakota的一個聖地 他們的祖陵聖地 他們到現在 白人主流社 還要就要在他們的祖陵聖地 修一個油管過去 那這種事情 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這種原住民的力量太小了 而且他又在這個中西部 外面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美國現在種族的問題多嚴重 可是問題他不是主流社會在帶領的一個作亂 只有在這個上世紀70年代 在Martin Luther King帶領之下 美國的南方的黑人一起起來 聯合起來造反 那才造成美國才去做一些社會改革 那另外你看 還有所謂他的階級的問題 滿街美國大城市現在變成什麼 到處是帳篷 過去沒有帳篷的地方 現在也是帳篷 這個誰講的 這個是川普自己講的 川普最近的演講 他講得很精彩啊 他說我上任以後 我要重新整頓我們的城市 我要把我們城市洗得乾乾淨淨的 然後我要把什麼什麼的區域 要恢復我們過去的光榮 我要蓋什麼蓋什麼 就是因為美國現在的城市 Inner City都發生問題 美國這麼多矛盾 這麼這麼大的這些 這些不管是貧富之間 種族之間 這個政治意識形態之間 城鄉之間 州與州之間的矛盾 非常的多 不會出問題 一直都存在 那美國在關鍵點他也會妥協 可是最危險的就是 三年前的 三年前的1月6號 那個美國的主流的族群 掌握美國建立國家的 這個主要的族群 這些白人 基本上開始來衝撞他這個體制 想要把他自己建構的 這個國會殿堂 要進去把它拆了 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那還會不會繼續發生呢 那我覺得關鍵就細乎一二人 就在川普跟拜登 那川普對拜登 事實上是充滿仇恨的 為什麼 他一天到晚他一開口就 Wiki Joe 以前是Sleepy Joe 現在是邪惡 現在他叫他一開口就是Wiki Joe 邪惡的橋 這已經到仇恨階段了 那你看看 你看看拜登怎麼形容川普 那他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個 要毀滅美國的一個狂人 是一個怎麼樣 我一定要把他制服 那現在這個問題就出來 兩個都是白人 當然背後的支持勢力不一樣 不過川普明顯的就是代表 美國的整個白人的一個主流價值 現在主流價值 他這個銳不可當 現在在Iowa很少 然後現在再繼續在哪裡 在這個New Hampshire很少 我跟你講 接著2月8號 Nevada 事實上Nikki Haley根本就不去競選了 對 全面一面倒 美國的表態支持德州州長 OK 所以美國現在這個問題我覺得是蠻嚴重的 而且隨著他這個今年來講 你不要說我們哎呀 我們在亞太地區危險 美國也是一個 也是抱著定時大戰在睡覺 對美國現在也是很亂糟糟 我們說呢美國現在很亂 那美國又攸關了全世界很多的一個地緣政治 或政治經濟的這些相關的格局 那台灣真的也要特別小心 你看喔 你看這個川普還沒有上台 就開始罵台灣搶晶片 所以呢讓葛萊怡就說 台灣並沒有搶走 美國的晶片生意好嗎 另外再來看到 烏克蘭也緊張了 說啊哎呀川普你說可以24小時解決 而無問題嗎 那你啊趕快來我們這邊訪問 另外再來看到 美國對於台灣會不會真的呢 這個挺到底呢 其實呢 台灣人也覺得 美國的幸運呢 有受到很大影響 比如說2021年阿富汗撤軍 俄烏衝突 你又不出兵 還有佩洛西訪台 中國大陸的更強硬嘛 你也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甚至呢這是紐約時報引用的 2021年到2023年的智庫調查 對於美國保衛台灣的疑慮 多達84種的表述方式 84種的疑美論 是美國太弱了 不然就是你本身就是破壞的力量 混亂製造者等等的 有84種 好另外來看到 台灣這邊攸關 這個台灣民意的部分 因為呢即將要選的是什麼呢 台灣的龍頭之爭 現在有民意說 有55%的網友 中學電子報做的 說支持韓江沛 只有7的網友說支持呢 這個台獨的 尤昌沛 然後謝龍介說 如果呢民眾黨 因為他可以左右關鍵嘛 如果民眾黨支持尤錫坤的話 他說國民黨就不要去接受副院長了 因為是上午頭 下午頭副院長嘛 如果民眾黨去支持綠的話 那我們就不要呢 這個副院長了 趙少康也是說 類似的一個看法 然後呢 台灣的民意呢 來看到賴清德不是自稱 什麼務實台獨工作者嗎 結果台灣最新民意說 其實5成5覺得不好 2成6覺得強烈 不能這樣講啦 好 另外再來看到 說到了你強硬的進行台獨 台灣邦交國會越來越少 土瓦魯呢 這個青台派啊 已經失勢了 所以呢 有沒有可能呢跟中國大陸來建交呢 來看到中國大陸力量早就到南泰地區了 澳洲也承認一中政策 而且也說土瓦魯如果跟中國大陸建交的話 他們也不會反對 也不會干涉 黃英賢也是類似的說法 我們今天錄的時候 土瓦魯的選舉已經結束了啊 所以說事實上他們在上個禮拜就已經預示了 很可能只要選完了以後就會討論跟台灣的邦交國的關係 那你仔細去看剛剛這麼一圈中間包了一個台灣 但是這個包的台灣呢 卻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台灣 因為在王毅跟蘇利文的見面中間 兩邊都討論到了台灣在這中間是核心以外 我特別要去找了一張這個圖喔 這張圖呢是美國的國會就是它的眾議院 你知道網站上你很容易找到 它把NDAA就是2024年的國防授權法案呢 簡化成10張的PPT 那裡面呢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部分 一個大的部分在它第二頁呢 就是講說要怎麼樣去跟CCP 當然就是中國共產黨 它的這些這個激進的作為 就aggression來做對抗 裡面呢 台灣在這 前面有一大部分就是在講說 它要怎麼樣創造一個有威懾力的軍力 它怎麼樣在美國要確認能夠在國土安全部 以及在美國國內如果有CCP 中國共產黨對於他們的顛覆行動要怎麼處理 那接下來呢就是最大的一塊 就是如何去支持台灣跟太平洋的盟友 最後呢就是怎麼樣去 去對抗中國大陸的負面的影響力 所以你看這整個一大片 在整個NDAA2024的國防授權法案裡面 它的整個的國防軍力的佈局 是以面對中國大陸為核心 而這個中間呢就是有台灣 所以台灣絕對不會是一個 簡單的自己去發展的事情 所以他們王毅告訴蘇利文說 大選之後什麼都沒有改變 可是蘇利文可能會說 對我們來講大選之後呢 也是什麼都沒有改變 因為這是我們整個印太 尤其是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 全盤佈局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這邊沒有特別標明 任何其他的太平洋的盟友 標的太平洋盟友就是台灣 所以我想用這個來回應一下 關於馬上就要產生的 這個立法院2月1號 所有的立委都要報到 亮哥哥我以前都在立法院 報到之後呢就會選政府議長 他需要有過半 也就是你需要57席 那我們當然知道不管怎麼算 國民黨是52 民進黨是51 有兩席是無盟 然後再來就是8席的民眾黨 所以國民黨跟民進黨 都沒有辦法單獨過半 好 那我當然了解 趙先生他們就會覺得說 如果你就讓民眾變綠好了 因為在過去的歷史上 大藍吃掉小藍 所以大綠會吃掉小綠 這是在歷史上從政黨的角度來看的 一個必然的一個趨勢 但是你如果從人民的角度來看 從今天到四年之後 我們在選舉之前都知道 整個世界呢 2023年是一個upside down的一年 天翻地覆 什麼東西都在改變 所以2024當然是比2023更為危險 那你2024到2028 我們難道就是像好像平常日子一樣 在等政黨哪個吃掉哪一個嗎 在剛才那個大局裡面 大綠吃掉小綠有什麼重要呢 根本毫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中國大陸跟美國 現在由美中兩個大國 所界定的世界格局 現在很看得很清楚的就是 美國國防授權法案裡面 它的重中之重是面對CCP 而中國大陸呢 也在這個地方告訴了美國 中國重中之重是台灣 所以我們不是在好像平常日子 你可以每天日常生活 柴米油鹽的過日子 你就是要一點都不放棄的 就是寸土不讓的 在這個地方要阻止台獨 跟美國的軍力到台灣 使得我們進入一個很大的危局 這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的總統已經輸了 就是行政權已經全拿走了 那麼唯一的一個 雖然我一直認為台灣的國會 的立法權是非常弱的 其實被閹割的 很多東西不存在 譬如說你沒有真正的撥款權 所以你只審預算 但是你唯一的中央抗衡的力量 就是立法權 因為我們也知道司法權呢 在過去無論是大法官也好 每一個法院的院長也好 都在民進黨的任內呢 很快的都受到了改變 甚至在選完立刻 連檢查體系也全部的大輪掉 所以說司法權的部分呢 還是在綠營的手裡 而且牢牢掌握中間 所以在你三權分立中 你唯一剩下最後的一個機會 就是立法權 那立法權裡面 大家說哎呀立法院長沒有用 錯 因為立法權裡面 有幾個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是當然總召現在傅昆琦跟這個賴士堡 現在賴士堡退選了 總召是為什麼重要 是因為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他要代表權 但除此以外呢 你在每一個委員會 我們八個委員會是對著部會去監督的 所以每個委員會的召委很重要 那民眾黨剛剛好有八席 所以如果說在政黨的某一種協商之上 每一個委員會有三個召委 所以有沒有可能藍綠都會讓民眾黨 然後在八個委員會裡面都有一個召委呢 召委排議程 召委邀請那個官員 召委主持協商 在那個委員會裡面的協商 所以召委非常重要 那另外在現在的 在第五屆以後呢 就是協商法制化之後 如果在委員會沒辦法處理的事情 到了 就送出委員會以後是由朝野協商 朝野協商的時候 每一個政黨就是總召跟一名 所以說變成每一個政黨 無論你是54席 52席 51席或8席 你只要超過3席的黨團就是一票 所以這個8席 在朝委這個地方就放大一遍 然後他到了朝野協商的時候 他成為三分之一 因為國民黨一席 民進黨一席 民眾黨一席 就是國民黨一個黨團 民眾黨一個黨團 民進黨一個黨團 這三個黨團各一 所以他的8席又再放大一遍 那這個時候 誰是上面的最重要的主導者 是院長是副院長 他們排一層他們主導協商 他們在預算跟法案上面 主導這個協商 所以怎麼可以說院長不重要呢 或者是說真的不行的話就全放呢 全放只是在討論說 將來你希望民眾黨變成小綠被大綠 吃掉的那種政黨層次的事 但是在人民所在乎的國家大政方針的層次上 你只剩下一個立法權 唯一的一個地方 可能可以跟行政權對抗 並且呢已經低於了司法權了 如果連這個都沒有辦法掌握的話 那國民黨未來四年 怎麼可以告訴老百姓說 他還可以做一個有效的在野黨 有效的去監督民進黨 有效的讓台灣的命運不治走入戰爭 不會被台獨路線牽著走 沒有可能 所以2月1號非常關鍵 大家不要搞不清楚 而且在此時此刻不要去罵什麼黃珊珊啊 柯文哲啊 說他們內部有什麼問題 你今天的對手 並不是一個巴西的民眾黨 你今天的對手是 很可能把台灣帶入浩劫的民進黨 國民黨真的要想清楚 對 因為台灣主流民意是反台獨的 尤其在台獨這個議題上 中國大陸也會堅決的去對抗 我們想問一下亮哥你怎麼看呢 因為中國大陸在國際的輿論上 其實很多地方都已經跟美國可以相抗核 比如說南泰的這一塊 還有非洲的這一塊 王毅才剛去非洲 結果布林肯又急著要去了非洲 也要跟他進行相關的抗核 我們來看到下一張是說 真的下一個戰場不能在台灣 尤其全球投資管理機構 貝萊德就說地緣政治分裂 真的讓最近亞洲跟中東 都是有看到 分裂就是通膨壓力 挥之不去的關鍵元素 那最近看到美國又來派了驅逐艦 分號行經台灣海峽 但是東部戰區就已經說 我們全程都有警戒跟依法相關的處置 那CSIS說很多的專家認為 今年可能會爆發台海危機 就是1996年台海危機 大陸可能會透過隔離或封鎖的方式 來針對台灣 另外來看到 小馬可是他終於改口了說 菲律賓不支持台獨 重申一個中國政策 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 還有菲律賓本來說要跟中東 好好管控仁愛礁的局勢 結果你看到21號的時候 他又開始用空投的方式等等 要進行仁愛礁的補給 就中東的海警船就說 請你停止挑釁跟炒作 中東的海警船會強力的 在仁愛礁附近的海域相關的執法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跟海洋的利益 菲律賓不用談根本不重要 我覺得你剛剛談的很多現象都是在 王毅跟蘇利文見面之前 那見面就表示美國注意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就在泰國兩個人決定會面 就當天喔 那中華大陸就派包括空軍海軍 不是33架飛機到台灣 到台灣還有七個軍艦嘛 對的 我覺得他就是在做一個姿態表示說 你台灣問題如果沒有處理好 可能就會有這個結果 OK 所以這種訊息我覺得美國一定有讀到啦 所以你剛剛講的CSIS 那個都是在王毅跟蘇利文見面之前 的一個報告啦 那我也不認為那個報告正確啦 都隨便寫一寫 因為台灣參與的那兩位我也認識 我也不認為他們兩個懂這個啦 OK 那事實上現在東亞的焦點 當然第一個是 賴清德他會不會有能力穩住這個局面 所以大家還是在看他的就職言說 對 然後另外就是 中國大陸可能會覺得說 你不是說要不支持台獨嗎 那那個台獨黨綱 要怎麼處理 是不是要 對他施壓讓他來處理 這個是就職前 一個是就職後 知道賴清德他應該利用他現在黨主席的身份 來處理台獨黨綱的問題 可是我認為他沒有這個氣魄 我覺得他現在就是底氣很不夠 他只有40%嘛 那萬一升率跟你造反 那你大概整個局就穩不住了 所以這個有點悲劇啦 就是說蔡英文57%的時候不處理 那現在輪到一個40% 然後更可能犯錯誤或做出拖框行為 然後美國開始要求你要做這件事 可是你卻做不到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情況 會使得美國越來越難對中國大陸交代 就賴清德一直做不到 包括就職言說搞不好也做不到 那美國怎麼辦 比如說賴清德大概三天前還在講 說絕對不接受九二公司 你講這個幹嘛呢 他還是要再重述 就是不斷的我覺得有一些訊息啦 聲率應該也獨到了啦 他受到壓力嘛 然後他就又回到 他要回去安撫 又回到這個叫反阻現象啦 又回到他的這個舒適區去了 可是他這個舒適區 事實上就是未來會有一些風暴 隱然在成形啦 那這個風暴 美國如果不能夠處理 那我認為中國大陸就會出手 我覺得是CSIS應該是假設這樣的一種狀況 那就有可能會爆發啦 不過今年因為焦點很多啦 我覺得賴清德也沒有讀到啦 比如說朝鮮半島 如果也是衝突的一個 更可能爆發的地方 然後這個鴻海 胡賽武裝也一直沒有辦法停 那你再想一想嘛 還有烏克蘭戰爭 還有加沙拉戰爭 當這種這個全球的衝突點 越多的時候 你台灣就越沒有籌碼 美國也難以來分心就 就是美國不是分心的問題 是美國跟中國就直接 直接就交易了 直接就進行交易了 不然你拜登怎麼選 事實上你剛剛也講了幾個民調嘛 拜登已經跌到卡特以來 第二低的總統嘛對不對 現在只有39.8 那你怎麼選啊 那所以他一定要 他不可能對這些衝突點 都不做處理啦 那這裡面最關鍵的國家就是中國嘛 這個非常清楚嘛 所以可是我覺得民進黨 目前幾乎沒有人從這個角度在看問題 這個就是麻煩的地方 所以這個才會連動到立法院長的選舉啦 他們現在心裡想的就是 就是無論如何要把立法院長躲下來 那才能夠穩住執政的局面 所以我認為他會對民眾黨 拋出極大的誘惑啦 而且我認為已經開始進行了 所以柯文哲才會 好像陷於困境這樣 一定是有一些承諾啦 那這個對賴清德來講 要做實在太容易了 而且就整體的政黨利益來講 他可以先招安啊 那接下來就把你吸乾啊 這個就像過去大綠吸小綠一樣 實力沒了 大藍吸小藍 是啊 就同一種邏輯嘛 所以我手上有六七千個位置 給你一些算什麼 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你事後看 就會看出民眾黨的愚蠢啦 就當初藍白盒你還有副總統 那分到的是雞腿啊 是部長啊 你現在是分到雞翅膀啊 還沒有到2月1號 先不要說他們愚蠢 OK 還有機會 我現在是覺得 那禮拜一不是要討論嗎 還有機會啦 對啦 我 他不一定那麼愚蠢 對啦 希望不是啦 我現在還是賭韓國瑜 有六成機會啦 OK 可是 我認為民眾黨 民進黨有一些人在 在醞釀背後的一些處理 所以你才會看到那8個立委意見不一致 因為有些人 我隨便講好了啦 比如說卸任的5個立委的去處 這個只是隨便講 那還有競選過程中的總總智囊啊 學者啊 方方面面的企業家啦 這個太多太多方面了啦 對啦 如果民進黨要給這些 真的是蠻多資源的 所以這個民眾黨 真的現在很重要喔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 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叢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了讓大家來看 注意我們 不關心惡意 你能夠有趣的 不會 好朋友 讓大家看 有趣的 做好朋友 我來看 有趣的 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